馬上一支手把我抓起來 放在肩膀上面 就這樣 我也不輕 我也75公斤 讓我們半個就放在這裡 因為平常都有在做中立訓練 那些牛的都幾個八公斤 你有沒有看那個體育台 他們不是什麼歐洲最強壯的男人 那體育也三四八公斤 七十幾公斤 如果輕而易舉 他一手拿一個 那樣子你還要爬牛 如果撞來我真的骨頭都碎掉了 這就是他們在玩的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去打仗 去替自己的國家保護也就算了 把你送到伊拉克 把你收到歐洲 收到亞洲 越南 四個月送去修台 那是台式的 死掉也不少 可是你有沒有看他們上街抗議 說你怎麼說你怎麼撞到死 沒有 台灣就一定不可能這件事 為什麼 這帝國 帝國 戰爭是他一定要做的事情 維繫 戰爭 這不是我們被統治者能夠思考的概念 所以我今天慢慢地國解碼 就是一樣一樣跟你講 什麼叫做帝國 以後我們回到大日本也是一個帝國 本來就是日本帝國 也是帝國 帝國有帝國的高度 我們現在台灣人拿一個跟日本人騎走 會比平的嗎 穿著上也會比平 加青也會比平 我想說一般 要考慮 你有去過東京去日本去看 你就知道它城市規劃到什麼程度 乾淨到什麼程度 沒有那種教育水準是做不到的 大家看那家就是不分 看那家就是這樣 公的私的不分 公私不分 大家最喜歡的公私不分 什麼叫公私不分 你在公園裡面跳圖風舞就是公私不分 公園是大家在用的 你放什麼音樂 你在那邊跳 有把土地圍起來 你在那裡開心 別人沒開心 那是公家的地方 大家也想來公園親近 為什麼要聽你的聲音 為什麼不能抽菸 那是公共的環境 大家在用同樣的空氣 你不能抽菸 你抽菸我就被強迫要吸你吐出來的菸 聲音也是一樣 你為什麼要強迫聽你放的音樂 你自己戴著耳機自己聽就好 你跳浮風舞為什麼要在公共場所跳 你應該租一個場地在裡面跳 你為什麼攤販可以用到街上去賣東西 那是公家的地方使用者付費 你車子為什麼可以停路邊 那是公家的地方你應該付費 你不能覺得這是理所當然 這叫做公私不分 公私不分的結果就是什麼 那就是難民文化 摺到就是我的 靠那件事 在全世界哪有說摺到我的 我撞到那錢 就這樣沒人看到 這是我的 這是中國人文化 那過一天對帝國是不可能容許 沒用我們這件事 我跟你說 剛才跟一個人兩三百公斤站在你頭上 但他不敢對你怎麼樣 雖然一個小女生 我看那個小女生大片 不敢說為什麼 美國你敢動他一根寒毛 告到你不玩 整死人都是關鍵人都有可能 所以會保護到弱小的 在美國的遊戲規則裡面 不管你高低 都在同樣一個遊戲規則裡面玩 這種財務他就管理帝國 不是說大欺小強欺弱 沒辦法 他就是即使在這麼巨大的人前面 你也不用怕 美國那麼大也不用怕 我們照法理來 所以我們台灣民眾都要鼓勵 就是這樣 你給我簽名為什麼叫我去做兵 你給我簽名為什麼叫我去 買不起 你簽名為什麼叫我去 改 想要改過我們的國籍 想要叫我的兵人去讀你的語言 想要你考試給我做國文 用這個來決定誰可以升籤 誰可以考試 誰可以念大學 為什麼用國文來當標準 這不是我們的語言 你要尊重我們這裡的語言 想要AIT你容許 中華民國教育部到現在 還把國文當作考試的 必考的課程之一 用來篩檢我們可不可以念大學 憑什麼 對不對 為什麼把國文的分量放那麼大 為什麼國中 小學還有教本土語言 為什麼高中 國中都沒有了 大學為什麼就沒有了 這是我們的母語 我都還沒講說日文也是我們的母語 也是我們的基本應該學的語言 為什麼沒有教這個 你佔領了你是美軍 你好歹教我們英文 為什麼教中文 為什麼這樣 非法 這不對的事情 好 不講那麼多 來 我們下一張 來 我們下一張 我今天時間有限 所以跳到另外一個東西 今天你不會睡覺 因為你看我的東西 就不太容易睡覺 這個你怎麼睡覺 你看到這個會睡覺 才怪 絕對沒看過 有好看嗎 不好看 好看 好看 Blow your mind 讓你的整個腦袋 你的思考方式 轉一下 這是不是藝術作品 我們再看一下 我們再看一下 都讓你怕到 我讓你們看的東西都怕到 這怎麼欣賞 這都不是重點 來 下一張 看到什麼 這都不是一般你們看的到的東西 這都不是一般你們看的到的東西 有沒有那種淒涼的感覺 老先生 老太太 在開的冰箱裡 什麼東西都沒有 它是這種氛圍 它是藝術 它是藝術 這看有沒有 這個人出在1928 2011年過世 比你們在座都老 但是人為多現代 這在廢城 Fiadapheel Museum of Art 它裡面有專闢一個房間 它的畫 它的畫每一幅都上億 台幣都是幾個月 好幾億 不是小看的 好幾億 看有沒有 我們家人家也有那些畫 對不對 黑白座 這有什麼了不起 你看有沒有 所以不要再用你過去 那一條系統的語言來看這個系統 你看沒有 你看沒有 你過去裡面這個系統 沒有給你擦這圖 你沒有到這個水準 講到拍照 你要承認 我們沒有遇到教育 我們沒有受到適合的教育 你看這是帝國人在玩的 不是你們在玩的 你學也學不會 學個表面 什麼你看有 人家像腰中 阿公記不起來 哪有 那這頭看有沒有 這也是好幾十億 這十幾億 阿這看什麼黃色小的 看這個才對吧 這也比較好看 看什麼黃色小鴨 這也比較好看 這是Jeff Quinn 有沒有高級 比你的黃色小鴨有水準多了對不對 色彩上面 氣質也比較好 有漂亮嗎 漂亮 要懂得欣賞好的東西 漂亮東西要有判斷力 對的事情要有判斷力 做對的事情不要做有用的事情 對不對 一樣 這是一個動物的頭 這蠔形讓你背裡蓋起來 這也是藝術作品 又看不懂了 大家就皺眉頭 看不清楚 沒關係 叫Dimer Hurst 英國的一個藝術家 也是普普藝術家之一 你也看不清楚 我今天不是要跟你解釋 我只是讓你看到藝術節目 這把動物牛切成兩半 這也是他藝術作品 也是好幾億 這是不是藝術 哪一個比較像藝術 這比較燙 這裡面最燙的就是這個 最沒有價格是這個 但是還是藝術品 而且這是很大的展場的展覽 這是什麼 你看有沒有 來 右看看 這個人很喜歡包東西 他用布包東西 他用布把海岸全部包起來 有怕對不對 把海岸一千人包起來 用布 都包 全部都是布 他一輩子就用布料包東西 布就要用多少布 就要用多少人工去包 還會下雨天還有什麼都有 包不夠過癮 你還包豆 一個一個豆把它包起來 我跟你說 這個紙差不多那麼大隻 這個多寬 這個豆把它包起來 一個又沒有東西 兩個三個四個 十幾粒豆 我先問你們 那個布料要花多少 你們都是製造業的腦袋 算材料 我們算材料 製造業的腦袋一定要算材料 算人工 我跟你講 直升飛機飛到那個高度 照向下來 在台北 100萬 他叫人塞飛機 上面有一個攝影師 背起去給你那一輩子 爛的100萬 你看他這個要多少 這來要多少人次的尊 你看尊 尊 小時候人的一點點 那些土把它包起來 包一個 又一個 包一個 越包越好人好意 那一間房子 布料從哪裡來 那還有一個技術上的問題 台灣人還注重技術上的問題 水會流動 它固定 天氣要好 它包這個布 還要能夠讓它照相 而且這幾個島都不能動 而且它粉紅色同一個色系的布料 布還要人家去縫 也要人家去拉開 給它固定 那多少人次 一千萬夠不夠 一億夠不夠 還不夠 十億夠不夠 也不太夠 這款做來要做什麼 我做可以吃嗎 這不是台灣人可以了解的世界 我告訴你 這個案子留在地法院 你還笑的 大家都上街抗議 說 不把我們照顧百姓 你在做什麼 帝國都算的東西 你看到有沒有 結果帝國結 為了藝術可以做這件事情 它一輩子包太多東西 不是光是剛剛包那個 它現在的東西都想要把它包起來 而且都用布料 不同顏色布料 這才夠力 你們要有夠力 有膽識 這叫有膽識 我剛才講說 剛才是美國的遊戲 這只是藝術界裡面的一個藝術家而已 其中一個藝術家的作品而已 其中一個而已 Kristo 跟 Sian Cloud 他說我做這個藝術完全沒有目的 Absolutely no purpose Except to be work of art 只是做艺术作品而已 他说艺术家不会退休 他们只会死掉而已 不会退休 艺术家生来就是艺术家 不会死掉的 他就是做个戏的艺术 我活到哪一天 我就做到哪一天 不会退休 没有退休 退休不在我这个艺术家的眼中 我也不在我的脑袋里 我就做到死为止 我只要活着一天 我就要当有用的人 台湾人也是要的一样 只要我活着 我就要 不管年龄 没有老年人 只有心智是老年的人 做到老也是这样 这个人做到老 死于这个时候 在你做 我告诉你 刚才这个是1970年 80年 这个人活的时间 是1930年出生的 现在他会做到这些东西 那我就回溯 他出生的那个时候的世界 那里面有1920几年的人 1900年的一个小镇 在美国芝加哥一个小地方 这样 当时1900年的艺术作品是画这种东西 所以你们艺术欣赏水准是停留在一百多年前 对不对 没错 上个世纪 上上个世纪 还不是上个世纪 上上个世纪 这你就看得懂 1832跟1883 这人 这人知道吗 谁 有人知道吗 高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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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他大概一个人到岛上去 后来他一辈子就画了一幅画 我从哪里来 我现在在哪里 我往哪里去 艺术家他已经过到最天堂般的生活 那边的女的到处都是他的老婆 然后他又吃好穿好 每天过好日子 结果自杀死掉了 因为他不知道活着干嘛 大家人们同样 我可以住豪宅开宾市活活着干嘛 没人知道 做奴隶 这都那个时代的 艺术史情 这知道了 是谁吗 可以猜吧 讲 知道人讲 猜 帆古 对很好 帆古的线条在这边 这个 蒙内 那就是那稻草 这里面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因为蒙内每天都去画这个 过去旁边的农夫 看得很厉害 不爽 连夜就把他这个稻草全部烧掉 他第二天就不能 就没那么多画了 所以这个艺术家 国不中只好去 自己去一个水地 自己种荷花 每天画荷花 是不是很有趣 本来他去画那个 结果人家不给他画 所以他说 不然我整齐 我自己买一块 自己来种荷花 我每天画荷花 蒙内画荷花是被迫的 勾不中的 这故事没人知道 这些过去的话都有一个共通点是什么 赶快大家用视觉 有什么共通点 这些话有个共通点 快我们速度加快 这都是嘛 陈述一件事情 有个共通点 像这个就没有陈述一件事情 陈述很多事情也有 我跟你讲 这里面都有共通 叫定格 什么东西都在那边 秋青也定格 当到一半停住了 全部都不动了 是不是定格 这个人是谁 知不知道 赶快讲 比卡索 对 很好 比卡索 19107年画这幅画 1907年 有些人 你的小祖的年纪 1907年 小祖的年纪 画这幅画的 你又不怕 他画什么 看得懂吗 看不懂 你举手 看得懂吧 怎么会看不懂 他在画飞机吗 他画飞机吗 不是嘛 不是就是你 大概知道是什么 他是画动物吗 大象吗 你说看不懂 我才问看不懂的人 你就看得懂 你怎么说看不懂 你只能讲出来是女人 就是看得懂 你还知道是女的 还没有讲男的 对不对 这就是看得懂 你不要讲你看不懂 你看得懂 只是不像你习惯看到那个 你只能这样讲 但是你看得懂 你不是看不懂 你都看不懂 现在是我要给你解码器怎么看 对不对 对不对 好了 我现在就是很简单的事情 这个是杯子 这样也是杯子 这样也是杯子 又回到我们第一个小孩子的作业 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同一个东西 对不对 所以你面 这样看也是我 这样也是我 这样也是我 所以你在时间固定的底下 用不同的角度看我这个人 结论就是这样子 鼻子从这边看 眼睛从那边看 脸从那边看 不同角度 就是立体画拍 时间固定 观点不同一直在改变 皮卡索讲说 他这样的话 是因为他超了别人的东西 超谁 这幅画是吗 不是 光这幅画看不出来 他叫做赛上 他说他超赛上的 赛上晚年的时候住在这座山 叫Saint Victoria的山前面 他画来画的山是这样子 看有没有 看没了 应该是看不懂 赛上的画画成这样子 在座各位有没有写生的 大家有没有写生 有没有写生过 写生过请举手 没有这么可怜 美术科都去拿上数学课是不是 坏蛋 有没有写生 真的没有写生 但知道写生是怎么回事 就早上带一个便当带的话具 然后到公园里面 或者是郊外 坐下来老师说开始画 他就开始画 中午的时候肚子饿了 大家吃饭了 吃便当然后回家 至少知道写生是这样子 写生是不是看到什么就画什么 有没有人写生10分钟的 大部分写生差不多3个小时 有没有写生10分钟 有啦 坏学生都写生10分钟都跑掉了 有没有写生5秒钟的 写生1秒钟的没有 那有可能 对啊那有可能 我还说 我的学生全部写生1秒钟 你知道为什么 我去看他们画的时候说 我们是早上8点来画画的嘛 现在已经中午12点啊 太阳都到这里啊 你的影子都不见了啊 你为什么还在画 早上8点的照片 所以你是不是写生1秒钟 手机请关机好不好 为什么是画早上8点 那是不是写生1秒钟 因为你是透过记忆 你不是在观察 你不叫写生 你叫做把记忆都能画出来嘛 对不对 所以你搞pain 不及格重画 是不是应该这样子 对啊 我的题目就是写生 写生你就看到什么画什么 赛上就是一个很乖的学生 他看到什么画什么 所以他在调颜色 他在看 这绿色 调一调 放回去 怎么变了 为什么一朵云来了 太阳离开了 对不对 这些变化都会改变那个颜色嘛 所以这幅画如果三个月的话 不是 他现在就是看到什么 他就调新的颜色上去 所以颜色在变 他就被灰灰灰了 对吧 他很规 他就是这个 故意的画家嘛 他看了什么 就涂什么颜色嘛 所以他画了三个月 表示什么 这是三个月以来的记录 颜色的变化记录 我们刚才讲 是不是时间固定 观察角度不变 它是什么 观察角度不变 时间一直在动 对不对 所以才有这种画跑出来 所以 皮卡索偷他的概念就是这样子 皮卡索从他的画看出来说 这是什么 怎么那么特别 原来是 时间在走 东西固定 就会画出这样来 如果你是一个 讲求真理的人 老老实实看到声音 就画出这个出来 所以他把它转换成 刚刚皮卡索立体画派 会看得懂了吧 解码了吧 解码 解码代表什么意义 你们不懂 解码代表什么意义 解了什么码 我跟你讲 立体画派 带出一个新的观念来 什么观念 什么事情不是成为一个观点 历史不是哪一个王打败哪个王 建立哪个王朝 不是这样子 同样那个时间里面有不同观点 住在小镇里面的人怎么想 地球上有其他地方住的 怎么指示你哪一个王打败哪个王 女性有女性的观点 化学家有化学家的化学史 所以很多不同的历史就写出来 艺术史文学史 对不对 材料科学史 所以不同观点 在同一个时间里面都在进行 你不可以说 只有哪一个王打败哪个王 建立哪个王朝 这叫历史 不是只有这样子 历史不是这样看的 是多面的去看同一件事情 大家知道 所以艺术已经被解码了 过去说 谁说画只能画在环布上面 接受之后把它涂颜色 怎么只是这样子 大地是我的画布 我放上壁雷针 让上帝的那个雷打下来 是不是可以 这也是画 有的人就想说 我就用一个推土机 把山上的土推到海里面绕一圈 就变这个 好厉害吗 刚才那个人就去包包倒 艺术的定义 如果改变了之后 什么都可以 他开启了一扇门 开启一扇潘多拉的河里面 什么都能召开 有好也有坏 但是人类的思想就开放了 他说艺术如果只是概念加上视觉的话 我就把它拆开来 这是椅子 真的椅子 这是画的椅子 这是定义的椅子 这是定义的椅子 我把它分开来 有没有意思 艺术开始已经不是过去我们想像中的艺术 漫画也可以是画 这是解码器 又来了 系统在转换 对不对 新的游戏 过去的画在新的世界里面已经不同 他们叫做历史 你现在如果还在画古说的话是不是很奇怪 老师如果还在教古说的话是不是很奇怪 现在艺术已经变成这样的世界 你为什么停留在一百多年前的世界 你为什么还用一百多年前的审美观念 来看现代的艺术作品 你为什么还过去 以前国民党给你骗的系统的东西 来看现代的法理 有些是比较远超过我们所知道的系统 你需要open你的mind去了解 不然你就被这个时代淘汰 那时候很多艺术家就是跟不上这个潮流 所以他们就淘汰了 就死掉了 就拜拜了 就再见了 你成为历史人物 台湾人也是这样 你来到这里的人就是你有这个sense 你知道法理是对的 你来了 你不光是知道的 你还take action做了行动 对不对 接受教育改变你的思想 以后改变你的行为 关键的时代 关键的时刻 关键的人物在座各位做关键的事情 比卡索就是那个关键人物 你们在座也是 跟台湾这段历史是关键的时候 你们要出来 站出来 有意思 要看得懂什么叫关键 怎么都是这样跑 你帮我跳到往后 那往后就没有了吗 我记得还有好几张 再往下 再往下走 等一下 剛回到剛才那張 你看這個島圍到哪裡去有沒有看到 嚇死你 我跟你講 光是那個意志力就怕死你了 光是那個 他還把那個什麼 St. Louis那個 這是做那個島的時候 你看工作情況 下一個 就那個對夫婦 必須要把他們弄出來給你們看 Jackson Pollock 用Paul Moore的畫 概念都不同了 下一張 下一張 觀念都不一樣 好了 藝術再解碼一下 我看還有一段時間 後來畫就演編到這裡的時候 美術館都放這種畫 有一群人開始說 我們爭取笑了 這越微越離譜了 說這個給我賣鬼了 有沒有搞錯 你已經跟大眾脫節太多了 我們決定要反抗 做什麼事情 下一張 我就畫灌頭 就有點嘲諷那時候的所謂的主流藝術 像黃色小孩就是一個 瀑布藝術是一個反動組織 反動 就反抗它所謂的主流權威 主流說這叫藝術 我們看不見 我就告訴你每天看得懂的 每天喝的罐頭 我都畫這個 下一張 瑪麗聯盟路的時候 我們那個年代經常就是美女 她是被消費的圖片 她就拿來畫 下一張 這個就剛才看過 下一張 漫畫就給你放大 這叫普普藝術 就進入美術館 下一張 這是1980年的紐約 這是電話線 抗到這種庭頭 沒辦法自殺 跳樓跳下來都卡住 把那個庭管 還要人家把你解開來 沒辦法 1911年的紐約 帝國 已經鋼古結構了 已經大樓 高樓大廈 現在的紐約 下一張 現在停了帝國結馬 我講到這個 需要講到一個很基本的問題 就是存在感 這個是在我台灣史裡面有講 但是你們第一次上課 所以必須要有一個觀念 好啦 我們都知道很多結馬 但是回到一個基本的問題 我們台灣人到底是誰人 大家也都知道 我們台事不是帝國臣民 但是即便如此 有的人不願意當的時候 你要一個最底層的一個 這個我還是留在台灣史講好了 來 下一張 再下一張 再下一張 好 台灣史你們記得回來上 我會講剛剛那一段 這一段我是講另外一個 講到整個資本主義的運作 因為連到我剛才那個藝術的東西 越戰是哪一國打哪一國 美國跟越南打戰 對不對 越戰的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越戰結束之後 有一個美國大兵 拿著帆布袋 就回到他的德州的小鎮 有一家銀行 隔一天一大早就把帆布袋 拿到銀行的櫃台上面說 小姐我要存錢 小姐說你要存多少 先生 八千萬 那麼多 不行不行 叫我經理出來 經理就出來了 先生聽說你要存八千萬 是啊 我可以看錢嗎 他就從裡面套出來 一捲一捲的厚厚的一捲一捲拿出來 橡皮筋綁的 那個經理就把他拿起來一看 先生你不要給我開玩笑 這是大富翁的遊戲錢 有人知道大富翁的嗎 有沒有玩過大富翁 玩具錢你知道嗎 你說你把我賺笑 這個要存八千萬 退伍軍人說我沒有在跟你開玩笑 這個錢在我的 越戰那個俘虜營裡面 是可以真的來買牛排 這真的可以去理頭髮 我喝法國紅酒抽古巴雪茄 我叫女人都有 這個錢是可以有用的 這經理也很聰明 他說 只可惜你們關起來 如果還開著的話 我倒是願意用一些美金給你換 然後進去那個俘虜營裡面去享受 你聽得懂那個中間的道理嗎 1972年改革開放以後 發生的就是同樣的事情 在共產國家裡面 他們以前是沒有 他們印鈔票對不對 沒有用 你不跟外邊交易 你哪有用 所以他需要的東西是什麼 以物易物對不對 以物易物就是在跟蘇俄 蘇聯的邊境用火車這樣載 我說我要多少民生物資 你有多少礦產來交換 以物易物嘛 你的錢不是錢嘛 後來看到西方國家越發展越厲害 越來越好 人民生活水準越來越好 他想說我這個走下去就完蛋了 大家都吃大鍋飯都在穿這個毛裝 所以他想說這不行 一定要做一個徹底的改變 所以他就跟西方開始談條件了 我也要加入你們來玩這個資本主義遊戲 就好像加入大富翁對不對 所以他們美國說OK啊 你要加入可以啊 所以一開始你玩大富翁是怎麼樣 每個人發兩千塊 你拿外面的錢進去有沒有用 沒有用啊 你拿新台幣美金進去 大富翁裡面玩 誰要來玩 這不是在裡面的錢啊 對不對 沒效嘛 所以你一定要用裡面的錢嘛 所以你進來西方主義國家玩 就要用他們的錢嘛 你沒有錢怎麼辦 我就把你的錢當錢來算嘛 所以一開始突然中國沒錢嘛 你做的東西他也不要嘛 所以那時候大量西方就是說 你要加入完可以 我先給你兩千塊給你大批資金 大量的資金進來 教你做他們要的東西嘛 你以前毛裝下面穿 腳踏車也沒人要騎 所以我進去就教你怎麼做 汽車做電腦做衣服對不對 尬這些基本的東西 幫你交到會 讓你在資本主義當一個有用的人嘛 所以你中國突然短時間 累積了很多財富嘛 這個財富是人家送給他幫助 輔導他起來的 照理說你賺了錢的時候 應該做什麼事情 用這個錢來改善你人民的生活水準 然後讓他們知識越來越好 越來越民主嘛 可是他們不是這樣用 他們這個他都透過什麼 他破壞西方的資本主義遊戲 給人家仿冒 道路對不對 Copy 山寨版 賺到錢繼續鉗置他人民的思想 網路給你控制 控制得更嚴格 而且又用民主主義在鼓吹人民 在那邊對抗外國嘛 一下要打日本一下都說有的沒有 他又能拿這個錢去買武器 你這個武器 如果拿來自我防衛的話 沒有問題 但是他不是 他武器是要攻擊別人的 他到非洲去買石油 戰備石油 所以你這類的不是一個 你是來賓斗的嗎 更糟糕的是什麼你知道 他不僅做這個最後來做什麼 跟聯絡不同的國家說 我們一起把美金廢止掉 我們用其他的貨幣好不好 你是進來玩還是來賓斗 很明顯就是另外一個 所以他以為他虛假的假象 想說他現在已經很厲害了 當然他不敢直接挑戰美國 他找老二開刀 老二是日本的 你想說我經濟體已經大過日本 所以我要欺負日本 你認為 但是他這種行為對西方國家來共 叫資本主義國家叫什麼 叫barbarian 叫做野蠻民族 你不照正常的資本主義遊戲規則 那些算了就是野蠻 你來破壞遊戲規則 你不是讓這個大家資本主義 越來越好 你是來賓斑的 然後他拿日本開刀 如果我是老大怎麼辦 我會想辦法讓老二變強 因為老二是守規矩的 按照遊戲規則在玩的 我會讓他強到足以壓制你老三 所以這個我是三年前講的 所以中國經濟整個會往下掉 日本經濟會起來 這是大局勢一定要這樣走 難不成你要換成中國的系統嗎 所以那些支持中國起來的人 你要治癒一件事 你可以負擔起這樣的一個霸權 突然起來改變世界上所有的遊戲規則嗎 你們負擔得起這個責任嗎 所以現在不是安倍又回來 日本又回來的意思 美國會讓日本跟美日就結盟了 就合起來了 合起來才可以阻止這個巴伯恩 等到你學會規矩 整基學到會學了 再來玩 你要學會規矩 不守規矩就是戰爭了 現在了解 我們從經濟整個解碼 就是給你解這件事情 解個大局 代表 給你看清楚 接下去會怎麼走 我們台灣人不要選錯邊站 現在外面都選錯邊 真的就選錯邊 一個要離開的系統 你還在裡面玩什麼 所以台灣人只管有沒有用 不管對不對 對不對 有沒有用 他現在繼續Follow他的系統 繼續領十倍 繼續 然後公務員薪水繼續 對不對 賺到錢 他覺得這才有路由 但是他看不遠 他只能看他眼前 再遠他就看不到 短視盡力 過期台灣就是短視盡力 中國戰贏了 戰爭 你是中國人 好好好 自然戰勝國 就是這樣 被虐待了好幾代 三代 你不承認你戰敗 你不承認你是大日本帝國 你不承認你是日本天皇的臣民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 台人也照常給你抬 做奴隸也照常給你做奴隸 對不對 另外就改變遊戲規則 沒有 是人家決定你的遊戲規則 不是你決定人家的遊戲規則 人家更傻 也是當你的主子 你去唱也就不好 他就是你主子 他定你的遊戲規則 誰叫你要去裡面 我剛才講遊戲規則 這好像我們在大香腸 大香腸你知道嗎 台灣很有名的好玩的遊戲 很厲害有一個腳踏車的後面 可以把整個Casino的系統放進去 第一個是什麼 拼圓牆 拼得很香 你就去那邊 很想吃 旁邊放一個彈珠台 彈珠台裡面又放一個什麼 拼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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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圓是什麼 遊戲規則 所以你把50塊錢放下去的時候 就是什麼 我要照你的遊戲規則玩 對不對 你不能說 拼拼說 拼圓牆都沒有 你不可以這樣對不對 因為你已經進去玩 老闆遊戲規則就寫好了 所以你台灣人日記投票 就叫他們國民黨的遊戲規則 所以我們核心也叫台灣人不要去玩 就是這樣 你一壓下去一投票 就表示你已經跟他的系統了 跟他的系統 你就要用他的方式去給人家罷免 不是去抗議 抗議不好 人家有遊戲規則 美國也是玩遊戲規則的人 所以國民黨就跟美國說 他們就沒有這麼有遊戲規則 誰叫他去玩 所以現在台灣人不能去投票 那是他們的系統 他用系統給你騙 騙完了他就說 跟美國說 台灣人都沒有來投票 他們支持我 所以我才挑選 我要繼續執政 你不要趕走 一定就要切斷 你搞清楚台灣人 不是中國人 投差的票做什麼 人家發生命 他說 那當演講 那是人騙的 那是廟車肉做的 別去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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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 你也吃不下去 就偏偏台灣人不去吃 要去玩 錢又打下去 對吧 不講那麼多了 這個是整個所謂的資本主義 所謂的modeling 現代主義在發展的過程 你夢聽 不需要聽得很懂 一開始就是理性主義 人開始有 就開始研究自然科學 自然界 從裡面學到很多東西 比如說 蒸氣 因為科學 人開始研究 本來是黑暗時期 人不會做研究 後來就開始研究之後 產生蒸氣 就發明了蒸氣機 combustion 就產生了技 technology technology 就製造生產很多product 產品生產出來以後 拿到市場上去賣 賣完以後賺了錢 再拿回來 怎麼樣 繼續做R&D R&D完以後 再去發展新的科技 再去製造新的產品 到市場 再換錢回來 這個經濟模式 對於整個資本主義非常吸引人 因為這個巨輪在推動的時候 大家的疾病解決了 大家也有衣服穿了 有好的service 這個是一個business model 人類照著遊戲規則玩的話 人的教育水準提高了 疾病減少了 對不對 人的生活壽命延長了 對吧 很多問題都一個一個解決 才有今天 如果大家只是吃飽 穿飽吃飽 這樣就好 永遠會停留在中古世紀 所以這個運作 比如說台灣過去 只在這裏裏裏裏 製造業而已 製造業而已 上面都不知道 市場你也沒辦法控制 人家定義你的規則 你也不會做研發 真正大的公司 才會撥款 每年提破2% 5% 做R&D 再產生新的這個 這就是運作的模式 資本主義運作模式 我不要講太多了 那怎麼讓這個東西停止不動 這個巨輪已經在動 人類已經在享受這個 prosperity 透過這樣的系統 遊戲規則在玩 玩了一陣子 怎麼樣讓它不動 有沒有人知道 這裡面有一個 motivation 有一個刺激就是 大家覺得我透過你這個 裡面改善我的生活 所以如果讓跌跌的人 越low level的人 覺得生活很滿足 這樣越上面的人 覺得人生沒有意義的時候 這個系統就完蛋了 對不對 沒錯 你不要推動 你已經沒有物欲了 下面的人覺得 我很快樂 你就推不動了 所以你一直要有下面的人 覺得說我一直不夠 我還要進步 我只要努力我就進步 他就一直推動 上面的人覺得 我源源不盡的那個欲望 一直在被滿足 所以這個是基於人的 greed 灘燃在運作的一個程式 要這樣運作 所以在這樣的系統裡面 運作的時候 哪些宗教要不減 把人的欲望減除的國家 的宗教就要拗子 比如說跟你說 人生世大皆空 我不是影射任何宗教 可是那個宗教 本身會讓你失去鬥志 你也不想進步 他覺得這樣就好了 反正都生了不死 所以這個宗教從印度 你知道佛教是誰的反叛組織嗎 就剛才講說 普普藝術是抽象表現主義 佛教是婆羅門教的反動組織 婆羅門教是階級總性制度 釋迦摩尼佛看到這個不公平 所以他就創造一個宗教 你有的我一定要沒有 你有神我不講神 所以佛教不講神了 你也不可以拜佛了 拜佛的話 你就乾脆把這個佛殺掉好了 你如果真懂佛的人是這樣 台灣又不是台灣叫做民間宗教信仰 藍奏會如道佛歐白亂講 邏輯都不通的 那這樣的系統的宗教組織 不足以支撐台灣人 來面對這樣的資本主義社會 因為這裡面 它的有幾個大前提 人的智慧知識要大量的擴展 知識水準上升 對不對 用邏輯在思考 邏輯來判斷 過去台灣人都不是 好 下一張 我待會再講這個奴隸人 再下一張 講摩登原始人的一張好了 OK 所以過去台灣人 雖然我們現在玩手機 高科技都玩到這個水準 可是我們在政治的水準 差不多這時候 19世紀 文化水準在黑暗時期 宗教也在對不對 藝術的話差不多 停留我們剛才講到哪一年 法律差不多 科學到這個水準 社會到這邊科技應用到這裡 如果台灣人有不同的面向的話 我跟你講 有幾個面向是很前衛 沒有錯 我們跟得上時代 科技方面 可是其他方面相當的落後 我們還不是現代人 所以我給這個名字叫摩登原始人 你用的是現代的科技 可是你的某些部分是 推到黑暗時期 我們對宗教的觀念 你沒有用法理的這種概念 來看宗教 要挑戰它 你學到科學 用科學來挑戰你的宗教 你都符不符合我們的邏輯 對 這樣就了解 所以這部分的台灣人 繼續推到這邊 對文化的認知 生存的認知 都拉到這裡 拉到這裡 我再回到剛剛的那幾個 今天不講這個 可以講到這邊 在外面 在外面跟人家講法理 遇到很多事情 徐老師你跟我說這個要做什麼 我只要每天有犯 我一生追求就是自由快樂幸福 出來不要說了 有沒有經常人家跟你講 我一生就追求自由幸福快樂 這句話對不對 很多人認為對 可是你要仔細想 自由幸福快樂是好的東西 可是它是副產品 不是目的 你把副產品當目的的時候 會發生問題 我舉個例子 那我一個醫生 說我賺錢是我的目的的時候 這個醫生你好像去看嗎 不敢 一次給我弄五次來弄 對不對 像這張牙醫 不是現在目前都這樣子 照一張片子驅一次 照兩張片子 每一次都要照片子 我說根本主要照那麼多次 對不對 洗牙分三次洗 過去一次就洗好了 先不講這個 如果一個醫生 他說我要給病人最好的醫療服務 這樣對 對不對 我要幫助他們把治好 這個目標對的時候 因為這樣子 我的病人很多 合不合理 因為我名聲大了 病人都來 因為病人很多 所以我賺很多錢 對不對 這個順序是對的 可是你不敢把他賺很多錢 當作目的 了解 所以我們要目標設對 女生 這個男生看起來好像 可以給我自由幸福快樂 就嫁給他 結果嫁了以後 發現沒有我自由幸福快樂 所以我就再換一個 不行 再換一個 是這樣子嗎 很多的所謂的自由幸福快樂 就是 我愛這個人 所以一起經營一個家庭 對不對 然後爸爸做 爸爸該做的事情 媽媽做媽媽的 小孩子好好唸書 晚上回來的時候 媽媽煮一順 一個很豐盛的晚餐 大家回來一起吃 一起享受 自由幸福的結果 對不對 你再給我自由幸福快樂 正確的追求方式 你如果把那個當作 有沒有用來追求 的話顛倒過來 副產品變成 主要目標在追求的時候 你會走錯 你會用不擇手段 達到你的目的 台灣人也一樣 我現在已經在李扁住 我已經在租地保 你是可以往前 往後 往左 往右 可是你的自由度是在努力層次的 人的自由程度是在高你一級的 叫統治者 所以你上街怎麼抗議都沒有用 改變不了遊戲規則 是他們定你的 所以你的自由幸福快樂 是在這個level的自由幸福快樂 不是在這個level 我們今天是告了上面的 叫他說這個把它拿掉 是這樣的 我們不是說脫離 台灣人揍住我 又不是我們還是在另外一個系統 只是這個系統對我們來講 much better 好多了 至少尊重人的社會 我們要按照另外遊戲規則再走 下一個 再下一個 所以這又回到剛才講 台灣人只注意cash value what's the cash value of 現金的價值 下一張 再下一張 再下一張 我還有十幾分鐘 我再講一個故事 我是個藝術家 可是我為什麼到這個位置 以前人家大學畢業的時候 都不會去聽校長講什麼話 我會去聽 我以前大學畢業有一個校長 他講過一句話 他說人生一生裡面都要fulfill fulfill的意思就是滿足一個呼召 呼喚 比如說 有一個小孩子一天生的就愛彈鋼琴 他有音樂的天賦 就小孩子就很喜歡聽 彈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他想說以後就是用走這條路 父母說 彈琴是要幹什麼 怎麼會彈性的 不行不行 你幫我去做醫生 所以他只好被破 去當醫生 好不容易他頭腦很聰明 所以也當了醫生 可是他一直不快樂 為什麼 他真的想做是音樂家 可是他就在物質上都滿足了 也有錢 也有漂亮的太太 也有聰明的小孩子 可是他一直都不滿足 所以他想辦法把醫生這件事情完結掉 趕快又回去當音樂家 很多這種故事我們都聽過 醫生不好做 想要做的有的 就表示他本來不是這種人 可能被拉去做那個人 這就是一個calling 叫calling from within 就是這個護照是來自我內心的聲音 對我的呼喚 就是你每個人不同的才能 會對你呼喚 像我當藝術家也是 那好道路不去做要做藝術家 下一個是什麼 還有calling from without 同樣這個小孩子 如果初小出生 他是音樂天賦很強的 可是他家庭環境不好 從小父母已經死掉 幾個小朋友弟弟妹妹在那邊 後來逮捕 等你去照顧 能辦法去學音樂 不可能 所以另外一個聲音對你呼喚 什麼會呼喚 外界的聲音 你四周圍人的聲音在呼叫你 你的家人需要你照顧 當然我這時候只好把我的志向斷掉 我先去符合我另外一個聲音 就是把弟弟妹妹養大 就這樣子 所以他要犧牲他自己的護照 OK 那現在這兩種 還有一個叫calling from above 你們都有聽過馬捷博士 馬捷是哪一國人 加拿大人在美國 我去Princeton受學院受教育 跑到台灣來 台灣那時候18多少年的時候 烏煙瘴氣的 平均人民的壽命35歲 很多人都死掉了 沒幾歲就死掉了 所以十幾歲就結婚了 所以十幾歲就結婚了 那種人招來加重什麼 他有哪一點利益需要跑來台灣 沒有 除了一個什麼 上帝叫他來 他不來的話他就動不掉 因為上帝叫他來台灣傳教 所以他來了 唯一讓他快樂就是做上帝叫他做的事情 就好像對音樂家唯一快樂就是做 他天生命定要做的事情 一樣 這叫做calling 你如果不在你calling的位置上的時候 你會覺得害怕 就好像我現在是藝術家 我的護照 我到藝術家走到這一步 可是我現在看到外面的聲音 台灣現在在轉捩點 我必須要站出來 所以我的話筆就暫時放一邊 我現在專心來搞民政府這個 等下成功我再回去畫畫 如果上帝還允許我的話 我就回去畫畫 因為現在有一個更重要的聲音 在那邊呼喚 對台灣人的需要 台灣走到這個閃閃 就需要大家出來 所以在螢幕上 在網路上這些 所謂的高級知識分 你不要笑我們這裡的人怎麼樣 你們自己是誰 如果你是個料的話 你自己就出來 是不是 台灣人都要站出來 這是自己的地方 畫到一半半 來這邊搞清楚法理 走上對的路 讓台灣地位正常 這就是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台灣這個不是用強壓似的 我們要不斷的說服台灣人 來接受法理 頭腦觀念改變 我現在上課就在說這個而已 就讓你們一個clear mind 清楚清醒的心智 做正確的判斷 discernment 然後投入 然後action take action 去把它做出來 以後我們就還不會有遺憾了 比如說過期那個時間 關鍵點我沒有站出來 我明明知道 可是我沒有做 你就遺憾了 所以我那個關鍵點 我說畫畫 請一邊 對不對 就這樣 就要符合我們的calling 在座各位也是符合我們的calling 好不好 我今天講到這裡 提前下一個 還是 他們可以提前嗎 還是 需要 可以嗎 好來 各位同心 學校休息 餐廳用餐 餐廳吃飯